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574集 明皇继承人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 无论是周一星还是那些土著 没有一个反应过来 眼睁睁的看着那突山 就这样的如火山爆发一样 透天轰鸣 更是在这轰鸣中 整个突山不但崩溃 更是化作了岩浆 而那散发出的火焰 给他们的感觉 仿佛是遇到了天敌一样 让四周众人尖叫急速后退 好在此火没有扩散太远 就消散开来 周一星全身都焦黑了 这还是他闪躲的快 怕是慢了一丝 整个人就要被焚烧的成为飞灰 这一幕不仅使周一星头皮发麻 更让那些追来的土著与昏休 也都全部心神颤利 内心猛烈的一声咯噔 目中进阶露出骇然 你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打扰我炼火 在那火海消散中一个愤怒的声音 直接从火海深处传了出来 这声音带着滔天的怒意 回荡四方时 火海终于散去 白小春的身影出现 面子难看 从其内一步步走出 他全身很是破烂 但心中的愤怒更高 白小春觉得自己这一次是可以成功的 之所以失败 定是自己被打扰造成 此刻他眼睛都红了 走出时看着那些土著与昏休 白小春有手猛的抬起 瞬间在他手中 就出现了从厨带内取出的一团七色火 三匹烈魂石 在白小春七色火取出的瞬间 四周所有的土著都身体颤抖 他们呼吸紧张粗重 望着白小春手中的七色火 一个个心神都在哆嗦 仿佛那是一种本能的恐惧 不但是这些土著恐惧 就连那两个住基大圆满的昏休 此刻也都灭色惨白 看向白小春时 他们心神震动极为强烈 内心更是呜呼一声 他们心知肚明 能炼制出七色火 就代表着三匹烈魂石 这样的烈魂石 随随便便都可以号召一大群魂修 作为追随者 而显然眼前此人 随随便便就拿出七色火 至少也是三匹烈魂石 而之前被他们追杀的那个家伙 就是这烈魂石的追随者 而他们不但得罪了那位追随者 更是打扰了一位三匹烈魂石的烈火 此时 短时就让这两个昏凶 额头冒汗 尤其是看到白小春那赤色的双眼 想起之前那恐怖的火海 二人立刻就抱拳 这两个人深深的拜下 魂石息怒 我等真的不知道魂石大人在这里烈火 还请魂石息怒 我们 我们愿意赔偿 这两个魂修声音都颤抖了 随着他们的败结 四周那些土著更是一个个立刻就跪拜下来 眼看这些人如此 白小春的怒气终究无法爆出 而且 他此刻也意识到 十一色火的失败 与这些人的打扰虽然有些关联 可却不是主要因素 主要的 还是自己在历制上存在了错误 他虽解决了所有遇到的问题 可眼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而且 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自曝的威力之大 让他也很是心惊 应该是内部不稳造成 可不稳的话 之前也没自曝啊 白小春若有所思 陈寅中寻找答案时 那两个昏修惶恐不安 再次道歉后 神色忽然奇奇的动了动 想起了部落如今的难处后 他们对望一眼 心头一热立刻开口 大师洞府一会 若暂无地方可去 可以到我们部落中休息 白小春 眼看着山洞无法居住了 文言点了点头 他此刻也需要一个地方 去仔细思索十一色火失败的原因 同时 从这两个昏修 与那些土著身上 白小春也突然的意识到 在蛮荒中 炼魂师的地位之高 还在自己之前的想象之上 一旁的周一星尤其悲愤 他看着这一切心底委屈 他按道自己之前也都说了自己是三品炼魂师 可偏偏那些土著与魂修不细 就这样 在这群人的小心翼翼下 将白小春恭敬的请回了自己的部落 这是一处不是很大的部落 约莫有上千族人的样子 存在于一片山巒中的山谷内 四周虽有围栏 可一切给人的感觉都很原始 四周被挖出了一些洞府 白小春的到来 立刻的就被奉为上币 那两个昏修将自己的洞府送出 让白小春居住的同时 更是每天都送来大量的冤魂作为赔偿 种种待遇 让白小春再次感受到 练婚师在蛮荒的地位极高 尤其是这里的土著 每次看到自己时 那神色内的恐惧 与崇敬交融的目光 都让白小春有种强烈的感觉 似乎自己一句话 这些土著可以毫不犹豫的去执行 反倒是那两个昏修 虽也对他这里恭恭敬敬 小意奉承 可明显有着私心 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至于周一星 也因被认为是白小春的追随者 在这部落内 也享受到尊贵的待遇 只是与白小春比较 还是不如 直至在这部落内居住了半个月后 白小春每天消耗的浑量极多 眼看那两个昏修都在咬牙送出 白小春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说吧 你们有什么事情要让我帮助 这一天 在那两个昏修又恭敬的送来冤魂时 白小春轻咳了一声淡淡开口 他话语一出 那两个中年昏修顿时激动起来 他们这些日子始终在犹豫如何开口 眼看白小春这里主动提出 二人相互看了看 立刻就到出了实情 似乎是因为什么明皇 在两个月前突然传出法令 要选择继承人 而这个继承人的要求很苛刻 虽然如此 可整个蛮荒 无论是王城还是猎魂家族 却都疯狂起来要去参与 而参与争夺继承人 有修为限制 所以需要海量的魂药去提高修为 于是 这巨鬼王城内的三大家族 已拼了一切 他们向领地里的所有部落 下了强制的命令 在限定的时间内 要征集大量的魂药 若交不上去 则部落将面临生死危机 而他们的黑山部落 因为之前出现了一些意外 导致实力虚弱 短时间拿不出来那么多魂药 逼得他们无奈之下 一方面变卖部落内的物品 一方面又外出寻找猎魂师来相助 一方面又四处打击 想要杀人夺宝 凑出魂药的数量 三管齐下 想要走出围纪 白小春听着听着 有些懵懂起来 可一旁的周一星 却是眼珠子都差点蹬出来 尤其是听到了明皇传承人的时候 周一星的双眼内露出前所未有的光芒 甚至呼吸都急促不已 白小春内心一动 神色如常 不露痕迹的旁敲侧击 打探之下 周一星此刻心神震动 也就没有注意到白小春的套话 将他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白小春这才明白了一切 目光也猛的闪动 原来在这蛮荒 除了有皇城的魁皇外 还存在了一个明皇 有关明皇 存在了一个传说 传说里 一代明皇死后 其魂没有消散 而是化作了一条明和 掌控着世间的死亡 而明和之灵就是明皇 世世代代 受到所有魁皇子民的信仰 即便是在这蛮荒里 这些土著在多少年的前一末画像 也都信仰明皇 与魁皇相比 似乎一个是实际的领袖 而另一个则是精神的象征 传说 在明和的深处 存在了一个明皇宫 而明皇就居住在那里 甚至在历史上 时而还会有明皇使者 出现在人间 每一个使者的出现都受人尊敬 甚至当代的魁皇也会对其客气 在两个月前 明和于皇城苍穹上显化 降临法旨十碑 法旨内提出 一家子内 欲选择出一位继承人 成为下一代的明皇 此事 立刻就轰动了整个蛮荒 要知道多少年来 从没出现过明皇选择继承人之事 这还是首次 皇城内的所有家族 天侯天君 还有四大王城的天王 任何一方势力 都因此事震撼 都想要让自己的族人 成为明皇的继承人 而想要成为继承人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必须是原因修为 第二个 则是要获得候选资格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